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我們請主委喝口水以後再上來 主委 剛剛我跟潘昭偉在針對法案的另外幾個條文在討論 但是沒有注意到你的回答而且沒有聽到柯總昭他的疑問 你可不可以就他所提問的33條跟36條的部分 他的質疑在什麼地方還有你的說明是什麼 你重新整理一次好嗎 是我想在32條的部分 33條的部分有關二級機關處理技術性的有關屬局 他的主要的觀點是在於這個我們原來的線型條文是50個違憲 那麼現行的行政院版本呢 是我們希望能夠維持這個我們的版本 那麼相當二級機關的獨立機關呢 是處理有關於屬局的這個業務的需要呢 得涉相關附屬的機關 那我想這個組織規模的建制標準呢 可以准用在32條的相關的規定 那這樣不恰當嗎 這樣有不恰當的地方嗎 這樣子我們覺得是審慎的一個結果 那柯總昭的意見 我沒有聽到 所以我才希望從你這邊的口中來聽 柯總昭的意見是希望要明定一個總數的 那明定有困難嗎 明定的話 假如我們的部會的總數是能夠確定的話 我們原來提出去13部 所謂部會的二級機關嗎 對不對 是 二級機關的部分就依照那部分 我們總數的話 其實 如果能夠明定的話 能夠有一些彈性上處理 我們覺得 以這個70個為上限的話 這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一個數目 好沒關係 如果有意見的話 我們再看看柯總昭他希望要怎麼樣改 不過 我覺得是這樣 你明定也是有個好處 是 你有個彈性也是有個好處 是 所以就是說看這事情到底要按照怎麼樣來處理 保留以後大家可以再來討論 是 那36條呢 36條的部分主要是二級跟三級機關 可以報進一級機關核定之後呢 設立相關臨時性跟過渡性的機關 這應該啦 這應該要 是 我想這部分也是我們當時立法的時候呢 特別一個思考 那確實是有些情況了 因應到現實的需要 那麼臨時的需要呢 我想讓這個法律呢 保持一點彈性呢 讓我們的行政作委能夠更加具有一些這個空間 謝謝 好 好 那就 先這樣好了 我們看看其他委員還有什麼意見 好嗎 好 好